你永远想不到 这个身材娇小的女孩 竟然是一头会像是女龙 当人类把她惹怒之时 恐怖的电击也将降临 就在刚刚 她新认识的朋友克洛伊 这要说出自己今天一直隐瞒的故事 突然轰降黑车 直接给克洛伊捷跑了 只留下康纳一个人在原地 好家伙 你们知道自己惹毛了谁吗 能跑一个都算我输 别的我赌两毛辣条的啊 这边 杰克也根本不知道自己即将面临什么 还在疯狂的恐吓克洛伊 还要废了他的手 还没等动手 仓库突然停电 此时 本场MVP 张三出现了 他拉开了仓库的门 又人被看到了这头巨兽 包括克洛伊在内 都吓得魂了不及 一声就有力量而打 黑帮风了而逃 而克洛伊跑出仓库时 跟巨兽打了个照片 克洛伊听出了康纳的声音 才知道 原来这是康纳的本体 接着 一人一龙飞上了天 此前迟紧要让彩川知道了 估计得当场脑血栓吧 康纳要送克洛伊回家 而克洛伊也终于说出了 刚才一直未开口的话 原来他也是跟老爸吵架 离家出走的 而现在却不知道 怎么道歉才好 康纳自己其实也不懂 该怎样道歉 但是他知道 不管家里人有多生气 说讨厌自己 他们还是会陪伴在我们身边 所以他相信 一切都会没事的 克洛伊此刻想到 以后见不到康纳的家伴 康纳立马抛出了自家的地址 当康纳飞回家时 已经到白天了 小心翼翼的进了家门 却发现 托尔早已等待多时 而小林因为寻找康纳一宿没睡 此时正在补觉呢 康纳直接冲上去 抱住了小林 那康纳笑着这么久 突然跑去哪了呢 你为啥这么熟练呢